下面講呢 我啦 我是大概從去年 去年4月回來的 然後我那時候網路上就有開始搜尋 我去那個衛福部網路上先登記 我是坐幾號班機 我的座位是哪裡 然後我家住址在哪 我電話是什麼 然後等到你一落地的時候 因為在泰國的時候 我是用泰國的信卡上網 所以我一落地的時候 就換成台灣的信卡 所以我就接收到衛福部說 你的資料已經通過了單位了 所以你可以等一下出關就秀這一個 給他看就好 表示說你已經檢驗 你已經送出了這個表格 那一般人他可能沒有做這個程序 他必須得要到櫃台報到 就直接拿機票啊 然後告訴他我的座位啊什麼 可是我就是直接已經網路報到 我就去給他看 看了之後呢 那個先生就很細心的跟我講 因為很多人 像剛剛我們講受罰這件事情是 很多人搞不懂14天 14天跟15天 應該是第14天滿了之後的 第15天才能出門 對 等於是第14天滿了23點 就是23點59分 之後才可以出門 可是那個單子上面也有寫 你拿幾點以後才可以出門 後來他就有寫 可是我們一般的 如果是口頭上講 會講說14天就可以出去了 第14天就出去 殊不知是第14天的那個晚上 過後才可以出去 對 所以有很多人會 因為這樣子就是被罰錢 然後他就跟我講好 那我就是開始 要注意我們的每天的體溫 然後每天要接電話或幹嘛 我記得我那時候下飛機 四月多還算有點冷 因為泰國很熱 然後台灣就是有一點下雨 然後冷很冷 我就去櫃檯 還要坐檢疫計程車 防疫計程車 然後坐回家 然後防疫計程車 登記完之後 那個司機拿出我不騙 也是很大 怪在噴那個 手心醬啊 對 嬌花的那種 啪啪啪 然後我已經冷死 因為已經就很冷 然後我就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沒感冒也被你弄得感冒了 之類的 鞋底都很噴 然後行李箱也是這樣噴 對 行李箱也要噴 然後全身就很冷 然後後來就是那個 放好行李 然後就坐車 他就送你到家這樣子 然後到家之後 我第一件事 我的行李完全都沒開 還有規定這樣 因為他也是坐過飛機的 所以自己也會擔心 外面已經消毒過 那你裡面都沒有開 對 然後我本身也是一個 滿神經質的人 因為我也很擔心 就是造成別人的困擾 所以我的行李都是都沒開 都放在那邊 那我有一個手提的行李 我手提行李裡面 全部放的都是零食 然後我就是把它 帶到我的房間去 所以那一天呢 我只洗過一次澡嘛 然後我沒有挑戰你的14天 我是大概呢 三天 三天洗一次頭 五天洗一次澡 因為 省水 天氣不是這樣 因為天氣比較 比較冷 也比較不會流汗 然後我也很害怕 就是共用浴室會污染到 什麼一些 就是可能我媽也會同時用 會擔心 那每一次用完 這個我也問過那個 我回來之前有打電話 請朋友打電話問那個 衛生局 衛服部的 衛服部 然後他們就說用那個消毒 就是使用完廁所 無論上廁所或洗澡 都一定要噴酒精 好 那我就想說 減少那個使用 那就變成說 你的意思是說 媽媽在他房間 你在你自己的房間 對 你們共用一個浴室 因為就是一般的 公寓的那種規格 那我回房間當然是關著 然後跟我媽每次講話 我都要戴口罩 就是戴口罩講話 可是也只是打開門 講完一下話 或者他煮飯煮完了 他就是先走 我就是去廚房夾 夾完 就是夾成一碗 這樣我就到房間吃 就是分開吃 然後我還自己 買了一雙筷子 就是我吃完就這樣洗 洗完 我會晾在一邊 說我都用那一雙筷子 然後再來 我剛剛講說洗澡這件事 我連我的內褲 衣服 每天如果換的話 我都堆在 我房間一個角落 我沒有馬上用洗衣機去洗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也是神經指導 這樣就把我的衣服 都堆在那邊 然後就是每天量體溫 而且像剛剛 那個小布老師說的 時間真的過得非常的 不知道哪一天 我要寫幾月幾號 然後我的體溫多少 早晚要量 我之後呢 你知道我寫完 奇怪怎麼少一天 我發現我日期重複了 就是我已經不知道 我過到哪一天了 對 真的 過到重複 然後電話打來問我說 今天電話是舒服啊 就是 里幹事怎麼都打 里幹事 志工或者是志工 就是我們那一區的里長 然後有志工就問說 今天有沒有不舒服啊 有沒有發傷啊 然後我說沒有 然後可是有一次 我漏接電話 我就好緊張 因為只要漏接電話 里長或是警察 就會到你家 沒錯 他會看你 對 然後還要提醒你 手機一定要開機 對 要開機 因為他要定位 對 看你定位 對 結果有一次我漏接了 然後我就很緊張 趕快打回去說 我是住在哪裡的 然後剛剛漏接電話 然後想要告訴你 我身體一切健康 就是我要回覆 你男朋友找回覆還請 對 然後後來整個就是量體溫 跟什麼 還有什麼喝水 我就讓我自己的身體 就保持著那個狀況 那剛剛你們講說時間很多 是我這邊有準備很多東西 我剛剛不是說 我有一箱那個行李箱 我行李箱都是零食 那零食今天我有帶一些 你們可以邊吃邊看 來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泰國的 鹹蛋黃 紫米鹹蛋黃 我喜歡鹹蛋黃 餅乾 是餅乾 這是你去鹹蛋回來的嗎 可以 對 因為有點輪輪 這輪氣好不好 好 就以為 不要這樣 你這樣 這是不是 這是輪氣好不好 好 好輪 來 這輪輪 很輪 好 因為台灣天氣的關係是 潮溼 這個是什麼東西 潮溼 潮溼 來 來玩你 謝謝 好 來 再來 我們 我們再試一次 我們有一個 辣的 辣的水果乾 它不會 OK了吧 辣的水果乾 好不好 這有期限嗎 我看一下 水果乾應該不會軟 2121還可以 還可以 2121 2021年 就今年 可以 老師你聞有一個味道 這個味道它是魚醬 來 這個是魚跟洋蔥辣的醬 還好 它聞起來很奇怪 可是吃起來很 很像菜脯 不是 它聞起來很像菜脯 沒有外巴 泰國都是這樣子 沒有 泰國都是這樣子 那個都好奇怪 真的像豆皮 對 不是啦 泰國這個魚醬 它聞起來很奇怪 可是吃起來就會不會很奇怪 真的 沒關係 另外一包是什麼 辣醬 你不能這樣 老師 我跟你說 因為 泰國的東西就是 加一些魚醬 還是蝦醬 還是什麼醬 羅旺子醬 這個純辣椒的 你可以吃吃看 芒果乾純辣椒 猜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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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峰不用 他一定要吃吧 等一下 那就給他吃 我們可以看他吃 可是他剛剛吃這個不準 你們猜一下吧 沒關係 我們看他的表情 那你這樣子 吃這麼多 油炸高熱量的東西 那你 你有變胖嗎 有啊 有變胖 明峰怎樣 很辣 想不要講我們看他表情 怪怪的 為什麼過期 過期的感覺對不對 他沒有過期 又辣 又酸 因為它是芒果 然後加辣的 對 那好吃嗎 你會買嗎 OK 還可以吧 我會買剛剛那一包 因為太過的 剛剛那一包 我有兩個 來試一下吧 小布老師 我看還有很多 還有別的 我們可以吃別的嗎 我們吃別的 泡麵有三種口味 我跟你講 明峰已經叮你越來越遠 又是鹹的 你們這邊是圍觀的感覺 對 然後這個是鹹蛋黃泡麵 很好吃 超級好吃 這看起來好吃 再來這個是韓式辣醬的 泡麵 泡麵應該也不能放 然後再來這個是 動揚的泡麵 就是泰式酸辣的泡麵 會烤掉啊 油會 厚辣的話 那我們現場來明峰吃一下 不要 好 然後一樣也就是無聊的期間 就是一定要敷面膜 因為真的沒事可以做 你不是三天洗一次臉 我沒差 因為就是一直上去而已啊 不用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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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敷面膜 為什麼 因為呢 我會拿化妝棉 然後用化妝水噴噴噴濕 擦臉 就是等於洗臉的概念 然後洗完臉再敷 就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用出去 我也沒有外面的灰塗 難怪 你皮膚變差了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必備要帶的 就是那個攝影機 因為我開始就會記錄說 我自己會房間架一個小角落 然後會自己架燈 然後開始拍攝 就是可能VLOG 或者是新的感想的樣子 因為在那段期間 我還是有一直在上影片 這樣子 所以讓我看看 你給我一日後 就對了 你給我兩次的理由 我給你一日後 我會記得 我可以拿去 你不要把他